来做这样的宣告 我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生命的良 我唯一的救主 我以诚实温柔良善的心 来领受神的话 并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遵守 我将不再一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Amen 今天要很短的时间来分享 神的话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有六位弟兄姐妹 要分享他们的经历 这一周的经历 耶稣复活升天得到荣耀 我们就领受圣灵保卫师 一个要先上去 一个才会降下来 所以这是耶稣所应许的 我们要再次说 我们非常的渴慕 领受圣灵的充满 一个成长的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我们成长是有目标的 我们有这三个的目标 每一个基督徒在圣灵里面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都应该有这三个目标 第一个你发现到 我们先来到耶稣的家中 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从渴慕 我们从慕到 听到福音 到后来 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 叫信靠主耶稣 我们说这是我们的根基 蒙恩得救 我再次说你怎么知道 你已经蒙恩得救 就是你知道你跟这位耶稣 建立生命的关系 这个叫蒙恩得救 如果你说我对于耶稣的知识 很丰富 你说我的圣经读了很多 你说我也很明白 我从教会的学校领受 我的这个的小学 或者是中学高中的 这些的宗教的知识 但是不管你对所谓的基督教 或者基督信仰的认识有多少 如果我们的生命 没有跟耶稣介上关系 我们还是救人 因为只有在圣灵里面重生了 我们才有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 一定是可目上帝的 因为约翰讲得很清楚 我们是从上帝所生的 所以你怎么知道 你是蒙恩得救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 跟耶稣建立了生命的关系 弟兄姐妹 这就是基督徒的记号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重生的 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 蒙恩得救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圣灵给我们恩典 就是圣灵给我们信心 是恩典 所以你发到信耶稣 真的是免费的 因为是耶稣已经付了代价 为我们的罪而死 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 这是白白的恩典给我们 然后我们也凭着信心 来去相信跟接受 这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第一个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根基 生命回家了 跟天父 跟救主耶稣基督 圣灵建立这个关系 第二我们信主 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要从信主 圣经直接 圣经里面没有讲信徒 圣经直接是讲门徒 弟兄姐妹 你看使徒行传 凡是信主的圣经 称他们是门徒 门徒就是我们的生命 不但跟耶稣基督连结 关系 我们的生命是效法基督 是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的 做耶稣的学生 这叫做门徒 所以我们从信主 或者从门徒 我们一定要 渴慕被圣灵充满 有些说我们信主了 但我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 但是今天我们要从 使徒保罗的身上来看 他信主到他被圣灵充满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 有些人你信主了 你有一段的时间 才被圣灵充满 待会这是我的重点 我们来看使徒保罗 那从信主到被圣灵充满 可目 目的是要追求成圣 目的是要得能力 过圣洁的生活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世上有三个很大的敌人 第一就是我们的老我 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 我们过去 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后 我们所被塑造的 我们这个里面的自己 这个叫老我 或者圣经说 这叫肉体 或者是老我 或者是老亚当 都是这个的意思 第二我们的这个的敌人 就是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是被罪所破坏 被恶者所掌权的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敌党神的世界 这个世界你发现他的哲学 他的思潮 他的思想 他的价值观 他所灌输的一切都是跟圣经相反的 第三个我们的仇敌 就是他看不见了在空中运行的 这个灵界 这个魔王 这个魔鬼 叫魔鬼 我们有这三个的敌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胜过老我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的能力不够 我们要胜过敌人魔鬼 我们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需要上帝的灵 圣灵来充满我们 给我们力量 我们可以追求成圣 所以我们需要渴慕 我们需要渴慕 弟兄姐妹需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还需要圣洁的生活 所以彼得很清楚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要受洗 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悔改很重要 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第三 弟兄姐妹 我们信主了 我们被圣灵充满了 我们追求成圣 第三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圣徒 我们要有一个目标 与主耶稣基督同坐王 不但在这地上 我们可以与主联合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可以与主同坐王 将来 弟兄姐妹 我们还要在千禧年 与耶稣基督一同坐王 一千年 而且有一些人 不但只有坐一千年 启示录说 还要永远地与主一同坐王 这是我们得永恒的荣耀 这个是需要我们的忠心 忠心就包括在几方面的忠心 第一 弟兄姐妹 我们的忠心 一定要对耶稣忠心 经得起考验吗 你发现到 不断地有这样的见证出来 不管是在南美洲 不管是在之前 这个的北韩 后来这个被这个的 共产主义来统治的时候 北韩还有在非洲 我们都听过这样类似的见证 就是当这些的抵挡 耶稣基督抵挡 这个基督徒的这些的人 当然他们是有所谓政府给他们的权柄 也许是军队 也许是一些的所谓的一些的 一些的特别的组织 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他们不但抓住了牧师 然后接下来这些人拿着枪 指着所有在场的 每一个来聚会的人 就说什么呢 包括这个事情也同样发生过在日本 他把了这个 就是两百年前的日本 把十字架 或者有耶稣的像放在地上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他们拿着枪指着你 你如果来到这里 你愿意用你的脚踏上 这个耶稣的所谓的十字架跟像 吐一个口水 然后走到这边 也就是你愿意羞辱耶稣 你不要耶稣 你就站在这边 然后如果你不要 你不要踩 你不要吐口水 好 你就站在这边 哇 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 从这边开始 一个一个 你知道吗 这样的事情 同样发生在日本过 在南美洲 在非洲 都发生过 好多意想不到的 包括教会的领袖 包括 天主教的神父 包括 基督教的牧师 包括教会里面 我们以为 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基督徒 在那一刻 有不少人 吐了口水 踩了之后 走到那边 有不少 有一个小女孩上来之后 跪下来 把那一块的牌子 用这个衣服擦干了 亲吻了之后 放下 走到这边 好多大人都走到这边 但是那个小女孩 却是一个 走到那边 继续有人走上来 同样这样的动作 走到这边 还有一个小弟兄 也走上来 做同样的一个女孩子 所做的 擦这些的口水 亲吻了之后 走到那边 他说 我坚定信靠耶稣 整个过程 非常的少数的人 走到那边 大多数的人 都走到这边 特别是 我听到的那个 他是特别是 教会里面 好几个的领袖 踩之前跟说 上帝呀 请你赦免我的罪 真的很不得已 真的很不得已 请你赦免我的罪 讲完了 踩了 吐口水 到那边 还继续说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不容易呀 后来都结束了 这一群人拿着枪 接下来 指就这些人说 谢谢你们 全部都射死 然后对着 非常少数的一群人说 谢谢你 让我们看到 什么叫做 真正的信仰 回家吧 你们回家吧 你们才是 真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 在信仰上忠心 对耶稣基督的忠心 第二个的忠心 就是对神坏的忠心 神的坏怎么说 我就这样的相信 我绝不诗圣经 什么叫诗圣经 大卫报生 说了个人亲身的经历 他是一个很爱 他是一个四代 都是做牧师的家庭 轮到他的时候 是第三代 非常的爱主 他被神呼召 要去做传道人 他进入到牛津大学 神学院里面去读 读到最后没有神了 因为那个都是理性的 没有信心 没有祷告 都不相信神了 一边在神学院读 一边不相信神 他很痛苦 他说我的教授 都告诉我们 不断地撕圣经 所谓的撕圣经 不是真的把圣经撕下来 就是这段经文讲 耶稣所行的神迹 那是神话 那是故事 那是古迹利冷 那不是真实的 同真女玛利亚所生 那只是故事 没有 这叫撕圣经 就是你读圣经 讲到要爱别人 这个是圣经 讲到神迹 那不是圣经 所以这叫撕圣经 大卫报声说 我读到最后 我的神不见了 他说我非常的痛苦 后来他看到 一个宣教士 给他的一本的书 讲到神 真神 他说我终于明白 我又再次 得回我的信仰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我们有没有在 神的话上忠心 神的话怎么说 我们就这样做 第三个忠心 我们在我们的 服事的岗位上 忠心 今天这个逼迫已经开始 对基督徒的逼迫 对教会的逼迫 已经开始 我们很意想不到 在2016 17 18 在国内 已经开始发生 对基督教的逼迫 对基督徒的逼迫 不但前几年 只是拆死之家 拆一些的教堂 现在开始禁止聚会 等等开始 那么也不排除 听说 也不排除 他们要重新编写圣经 用社会主义的角度 重新来翻译圣经 把很多的神迹 启示 把很多关于 这个的信仰的重要的东西 都拿掉了 逼迫已经开始了 弟兄姐妹 从圣徒到与主同坐王 我们需要忠心 我们需要得胜 难怪耶稣在启示录 第三章二十一节说 得胜的 我必定是他和我一同 坐在我的宝座上 正像我得了胜 和我父一同坐在 他的宝座上一样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不单只是一个信主 做一个舒服的基督徒 我们一定经不起考验 所以 刚刚Josua的弟兄的 分享非常好 手机就是我们的偶像 手机会多取我们 爱慕耶稣的心 手机不知不觉 会掏空我们属灵的资产 会把我们对耶稣的爱 给变新了 你不要小看那个手机 弟兄姐妹 我们在 我跟我的小家长 在门讯的时候 我们讲过 手机算什么 接下来比手机更强大的 就是什么 机器人 机器人 也许跟我们人都长得很类似 很一样的 那才厉害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再只是做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 经不起考验 所以我们 不但清楚知道 自己是重生的 我们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 一个有亲密的关系 一定是什么 喜欢在一起 所以我们 喜欢跟耶稣在一起 所以我们读经 喜欢跟耶稣在一起 所以我们祷告 喜欢跟耶稣在一起 所以我们喜欢来敬拜他 来赞美他 不是因为这个是行事化 必须要这么做 心不在 那没用 是因为渴望 所以在一起 因为喜欢跟所爱的人在一起 吃晚餐 是所爱的人在一起 晚餐才是其次的 弟兄姐妹 这就是建立关系 然后第二就是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胜过幕后的逼迫 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才有得能力 在面对各样的考验 我们才能够在一生的基督徒里面 我们所面临的各样的考验里面 我们能够得胜与主同作王 而且有永恒的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一下 很快地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这是耶稣应许 耶稣参加祝彭节的时候 在最后一天起来 他给了这样的一个应许 耶稣应许 所有相信他的人 一定要接受圣灵 一定要接受圣灵 我们一起来读 来 节期的最后一天 就是最隆重的那一天 耶稣占据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像圣经所说的 从他的腹中 要游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他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 要接受圣灵说的 那时圣灵还没有降临 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 好 节期的最后一天 最大的一天 也就是这个祝彭节的最后一天 耶稣站着高声说 表示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我们喝了水 还会再渴 但是耶稣说 现在我要给你们喝的水 是你们喝了之后不再渴 接下来他说 信我的人要向圣经 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 从他的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那就是圣灵 所以耶稣说 约翰就解释了 他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 要接受 要接受圣灵而说的 他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 还没有降下 为什么 因为耶稣还没有复活 升天 得荣耀 然后我们来看耶稣 得荣耀 浇灌所应许的圣灵 使徒形状 第二章 第一章讲到耶稣经 这个复活 然后升天 第二章就把圣灵 浇灌下来 然后每个人都经历 被圣灵充满 然后开始说方言 头上有火等等这一些 然后彼得就起来解释 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读 使徒形状第二章 三十二节 来 这位耶稣 神已经使他复活了 我们都是这世的见证人 他既然被高举到神的右边 重复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他浇灌下来 这就是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所以当时所有的门徒 都已经激励百分之百 每个人都激励圣灵的充满 各位各地兄姐妹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说我爱耶稣 我也向天父祷告 但是不要跟我讲圣灵 你一定要问你自己 你重生了没有 因为只有圣灵让我们重生 重生是被圣灵所生 不可能拒绝圣灵 就好像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 你说我不要妈妈 千万不要跟我提起我妈妈 我恨他 我不相信有妈妈 弟兄姐妹 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重生的 约翰福音第三章 耶稣说我们是 从圣灵而生的 所以一个被圣灵所生 重生的基督徒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可慕圣灵 还要继续被圣灵充满的 所以 弟兄姐妹 如果你说我害怕圣灵 我不要圣灵 你真的要谦卑自己 来去找小家家 来找牧者说 我到底重生了没有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来看 使徒保罗 我们知道 他还信主之前 他叫扫罗 他往大马赛的路上 他要去大马赛来 逼迫这些的基督徒 然后在路上 快要进到大马赛的时候 有光照射着他 然后有声音对他说 那就是耶稣说 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因为那个光使 他眼睛瞎了 然后就有人牵着他的手 进入到大马赛 然后因做这件的事情 震惊了他 因为他是一个 为上帝大发热心的法利塞人 他是坚定地相信一神论 他是坚守这个律法 圣经的坏 他是非常的坚守 但是他就是不相信耶稣 他不相信有 这个拿撒勒人耶稣 从死里复活 所以凡是跟随耶稣的 他说这是异端 这是要消灭的 所以他是带着热忱 为上帝大发热心 要消灭基督徒 结果在路上的时候 耶稣向他显现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然后他被光锁 这个的照亮 眼睛瞎了 倒在地上 有人带他到大马赛里面 圣经说他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 一直在思考 太震惊了 原来我过去大发热心 以为我所信的 这个叫自以为义 这个叫自以为是 这个叫自以为能 原来是错的 我以为我爱神 原来我是抵胆神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 《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说 在大马赛格 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在一项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 主啊我在这里 主说起来 到那叫直接的路上去 要在犹大家里 找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你看他正在祷告 在异象中 他看见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进来为他按手 使他可以再看得见 好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 主这样的跟亚拿尼亚 你看他说 扫罗正在祷告 扫罗在祷告的时候 他就在异象中 看见亚拿尼亚来 然后进来为他按手 让他可以重新的看见 很奇妙的 这是双方邻里的感动 一起来读 但亚拿尼亚回答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 说起这个人 他在耶路撒冷 做了许多 苦害你圣徒的事 并且他在这里 得到祭司掌的授权 要捆绑所有 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他说 你去吧 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 我要把我的名 传给外族人 君王和以色列人 我要指示他 为了我的名 他必须受许多的苦 哇 神拣选这样的 这个 原本是为神大发热心的 当神改变他 给了他这个使命 神说我拣选你 神说 你要为我的名 传给外邦人 君王 还有以色列人 而且要因为福音的缘故 受许多苦 继续来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 为扫罗 按手 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耶稣 就是主 猜我来 使你可以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立刻有灵状的东西 从扫罗的眼里掉下来 他就能见的 于是起来 受了喜 吃过了饭 就有气力了 所以你看扫罗三年前 信主 信主之后 接下来 他开始思考 也非常的渴慕 更深的认识主 他三天不吃不喝 都在等 他在祷告 你看他在祷告 他在祷告的时候 看见着这个异象 然后亚拿尼亚 很平凡的一个人 很平凡的一个人 亚拿尼亚来了 然后就为他什么 做了这几样事情 第一 他为扫罗按手 第一 为扫罗按手 然后告诉他 你那天所遇见的 就是耶稣 然后接下来什么 接下来说 你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扫罗信主后 第三天 才被圣灵充满 一被圣灵充满 立刻得医治 眼睛立刻可以看见了 然后接下来 才受洗 才受洗 我们看到 在扫罗身上 这不是说 所有的人都一定 是这样的程序 每个人的程序都不同 这就是圣灵 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 都不同 他起来 就开始来服事主 传扬这位 复活的耶稣 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几天的特会 真的是很棒 真的是很棒 我自己也领受了很多 但今天我有预备 六位的弟兄姐妹 一起上来 分享他们的经历 我要再次说 我们最重要的是 渴望圣灵的充满 圣灵火的炼镜 有些人经历 圣灵的喜 目的不是 哇 我比你们都属灵 我比你们都强 或者说 你看上帝特别看重我 所以我比你们高一等 不是 这都是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 真正的心态是什么 真正的心态就是 主耶稣 我要做你的见证人 主耶稣 我要做你的见证人 我要忠心地侍奉你 我要起来 忠心地侍奉你 传扬你的名 当我遇到各样的考验 各样的试探的时候 我能够干强 站立得住 我要做得胜者 我需要圣灵的能力 帮助我胜过我里面的恶习 我需要圣灵的能力 胜过世界的诱惑 我需要圣灵的能力 来抵挡这个仇敌 Amen 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更好地 在神的家中来服事神 所以有些人 会有非常强烈的经历 你会感觉那个那么强的能力 那么大的火 那么强的电流 贯穿在祂的身上 我们人的肉体是受不住的 我们这个能力所激励的还小 你看到荡仪里吗 圣经里面的荡仪里 荡仪里当然一看到 耶稣在圣经旧约里面的 神的使者 很多学者说是耶稣 一向祂显现 胖 对 就倒在地上了 然后呢 全身无力 全身无力 启示录 使徒约翰也是这样 当他一见到耶稣的时候 复活的耶稣 砰 又倒在地上 全身无力 所以有些人倒在地上 全身无力 有些人三个小时 有些人二十四个小时 有些人七天 有些人 我听到的是十二天 那个能力有多大 人的肉体根本就承受不住 你看 扫罗立刻眼瞎 跌在地上 弟兄姐妹 我们这个能力所激励还小 对吗 好像还没有人 躺在地上超过三个小时 弟兄姐妹 重点不在于这些 外在的基地 因为每个人都不同 每一个人都不同 我们每个人简单来说 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 IQ也不同 EQ也不同 范量也不同 对吗 我们的背景都不同 但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在这种彰显上做比较 为什么他这么强烈 为什么我没有 谁说你没有 一定有的 每个人都有 只是每个人彰显的不同 像我们的事情这么会弹琴 我都不会弹 我应该要怎么样 为他感恩 这是正确的心态 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人 有这样的经历体会 我们今天就想听听他的分享 所以我知道有好多人他没有 他没有感觉 他就失望 不对 你没有感觉 你仍然说感谢上帝 我已经领受了 我已经领受了 弟兄姐妹 你不要忘记神怎么说 神是不偏待人的 我们的上帝是good good father 是良善的 是慷慨的 是乐意给予的 都已经有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才发现到 哇 原来你已经有了 弟兄姐妹 这叫信心 还记得耶稣怎么说 还记得耶稣怎么说 当耶稣复活之后 向十个门徒显现 他们都亲眼看见耶稣 很兴奋 多玛说我不行 我不行 我没有亲眼看见 我没有亲手摸到 我是不信的 过了一个星期 耶稣向多玛显现 然后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神 我看见 我终于信了 耶稣说什么 用白话来说 你原本是得 加倍的福分 现在扣掉一半了 他说 你知道吗 你因为看见了我 你才信 那没有看见 就相信了 更有福 更有福 所以神知道有些人 他需要尽力 兼顾他的信心 需要特别的经历 领受一些 启示性的 一些的坏 神知道有些人 他需要 你知道吗 有些人的痛苦 是我们不了解的 所以神特别 知道他的需要 给他特别的恩典 但是你说我很好啊 你很好就不需要这样啊 人家生大病 才动手术 你没生大病 你也羡慕人家 你说我也要动手术 何必呢 何必呢 你应该说感谢主 我病了 但是不愿动手术 你要存着这样感恩的心 然后你知道说 哇 他可以被神动了 这么美好的手术 得医治 得释放 你要为他感恩 你要为你自己没有 你就感谢主 那什么时候有 我们不知道 神一定有给你最好的时间 你不要去怀疑神的爱 如果你说 神我要 其实你在神的国度里面 神已经拣选你 可能你是一个 有启示性很强的 特别是辨别诸灵的恩赐 神给你 你有 这是你不认识 你自己的身份 但是你现在的灵命还不够 你知道当神如果 按照你的要求说 我这一次特会 我一定要有 一定要激励 好 当你一激励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的 因为辨别诸灵的恩赐 灵眼会被打开的 灵眼一打开 你要祷告求神 你看到第一个人是耶稣 而不是魔鬼 真的有些人 他灵眼一打开的时候 他起初他真的很亮 因为是神的荣耀的同在 他不知道他在圣殿里面 好亮哦 好亮哦 哇 神荣耀的同在 结果醉醉的就回到家里 睡到半夜 起来上厕所 已经醒了 才发现到 哎呦 怎么看到有邪灵在那边 吓死啊 还不够 第二天早上起来 怎么发现到 哎呦 怎么那么多 不好听的叫鬼 那么多 怎么都是仇敌 邪灵那么多 你去到路上 你发现怎么那么多 群魔乱舞 那么多邪灵 吓死了 你都不敢 你都不敢出门了 你都不敢出门了 你只敢待在你的房间 因为你发现一出去 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中 那你怎么办 你又跑来找牧师了 牧师 对不起 我太着急了 你为我祷告吧 求耶稣把我的灵眼关起来 我要过正常的生活 好了 就为你祷告 耶稣啊 怜悯 关起来 关了就看不到了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很多 因为你的灵命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所以耶稣不断地在爱你 给你恩典 就是要我们追求 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不再害怕 当你灵眼被打开的时候 你知道你怎么对付仇敌 神的时间是最美的 Amen Amen 神的时间是最美的 你要信任祂 你要相信祂 不要自己走在神 不要去控制神 不要去控制神 祂有 我也要有 那叫什么 你到底是欣赏别人 还是妒忌别人 你要问你自己 你如果是欣赏 你说主啊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为祂感恩 我也有 那是我的那一份 跟祂不同 感谢主 带着这样的健康的心态 你知道吗 你很自由 你非常的自由 我的时间讲太多了 我还是要请 我还是要请几个上来做见证分享